与一与村两兄弟合力打败母亲灰叶机之后 把他和施尾的躯壳也就是外道魔像封印到了月亮上 然而施尾的查克拉还在 因为施尾的查克拉过于强大 与一担心有人会从中作乱 于是使用伊耶娜奇将施尾分成了九份 可是在分查克拉的过程中 与一秉承了他一贯天心的作法 把大部分的查克拉都给了九尾 所以才有了九喇嘛分查克拉的断裂 一尾一份我一份 二尾一份我一份 三尾一份我一份 一直到八尾一份我一份 剩下的都是我自己的 在实际表现上 九喇嘛也确实强过其他尾兽太多 一一打六也毫不逊色 虽然九喇嘛如此强大 但他这一辈子过得并不怎么样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九喇嘛过了怎样的一生 六道先人羽一死后 九大尾兽各笨东西从此天各一方 由于他们体型巨大而且攻击力也强 所以他们到哪当地的人都会四散奔逃 有的村民甚至为了保护家人 对尾兽们肆意攻击 久而久之尾兽们也觉得人类不是好东西 也开始见人就打 自此尾兽才和人类结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类和尾兽的仇恨逐渐加深 这样过了成百上千年 我们不提别的尾兽单说九喇嘛 离开六道先人 他就到了火之国的地前 跟火之国的居民们打了上千年 直到有一天自称是六道先人后裔的 金角和银角的人者带人打上门来 九喇嘛根本不把他们放到眼里 大嘴一张就把他俩吞了 但这俩人真的是羽衣的后人生命力惊人 在九喇嘛的肚子里不但没死 还靠啃是他的血肉过上了小日子 九喇嘛虽然是茶壳垃圾和体 但是被这么啃也疼 无奈之下只能把这俩糊吐了出来 金角银角也知道了九尾不是好惹的了 于是逃之夭夭 但这哥俩靠着九尾的一点血肉 就练成了尾兽模式 连日后的二代火影都拿他们没蛋 当然这是后话了 不过经此一亿九喇嘛知道了忍者不好惹 但他和忍者之间的恩怨情仇才刚刚开始 几年过后 战国时代的两大家族牵手和宇治波握手联合 他们在火之国境内建立了个以忍者为主体的村子 自然就是我们熟悉的木叶了 人类过得怎么样九喇嘛并不关心 然而几年后宇治波班找上门来 九喇嘛看到班的眼神就非常不爽 然而班一瞪眼九喇嘛就什么都不知道 醒来的时候他正被慕容抓在手中 对面那个长发的男人还说九尾 你的力量太强大 只好把你封印了 没过多久九喇嘛就被封印到了一个名叫玄武水户的女人肚子里 这时他才得知自己参加了震撼世界的终结股大战 短时间想报仇是没希望了 九喇嘛只得在自己的记恨名单上又填了两个人 就是牵手铸肩和宇治波班 而自己的结局就是自此之后要住在这个女人肚子里 但还远不止那么简单 铸肩和水户偶尔会研究如何使用自己的查克拉 好在没过多久铸肩就死了 只剩水户一人也就不怎么实验了 一晃又过了二十年 对人类来说这时间不短 然而对九喇嘛来说这只是一瞬间 漩涡水户年事已高 木叶又找来了一个名叫漩涡九星奈的小女孩 还把九喇嘛搬了过去 而这个九星奈有个名叫波风水门的恋人 这俩人年轻力壮 从十几岁开始就一直研究利用九喇嘛查克拉的办法 把九尾折腾得不轻 九喇嘛只能暗暗地恨着两人 把他俩的名字也寄到了记恨名单上 好在不久过后机会就来了 在九星奈生名人的时候 九喇嘛迷迷糊糊地就在木叶大闹了一番 醒过来后才看到周围有一群忍者 正在各用技能向自己进攻 在九喇嘛看来这正是报仇的好机会 他仰起力找打死打伤无数 可一个不注意他就被如意棒顶出了木叶 正当九尾想用伪兽玉把木叶依为平地的时候 他又被一只从天而降体型巨大的蛤蟆压在身下 不等他反应过来九星奈就用了漩涡一族的秘术金刚封锁 将九喇嘛牢牢困住 这还不算完 之后波峰水门失数 要将九喇嘛的查克拉一分为二 一半封印到明远体内 一半要和波峰水门一块去应见 九喇嘛自然不想这样 他找到个机会想一只戳死明远 但水门和九星奈纷纷为儿子挡枪 九喇嘛把这夫妻俩穿成了一串 也算出了一口恶气 事后九喇嘛才知道自己那天晚上 又被一个叫雨智波带妥的人控制 不过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自此九尾被一分为二 从此阴阳相隔 不提音九尾在死神肚子里被关禁闭 单说明人体内的杨九尾 因为水门和九星奈的关系 他一直想找机会弄死明人 但八卦封印过于牢固 他浑身有力气也用不出来 转眼十二年后 明人在和白的战斗中 看到佐助为了保护自己战死 情绪激动的他想立刻杀了白给佐助报仇 这让九尾第一次抓住了机会 他的查克拉覆盖了明人全身 而明人也在这股查克拉的帮助下差一点就杀了白 不过当明人看到白的面容是恢复了神志 九尾也只得乖乖回去 由于封印的时间过长 再加上明人战斗的增多 九尾的查克拉时不时地就泄露 九尾看到了出去的希望 他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搞死明人这个小谷 然而在数次的查克拉泄露事件中 九喇嘛发现明人这个家伙和之前遭遇过的人与众不同 他对朋友真的很真诚 比如他向小英宝证过一定会带佐助回来 为此明人数次犯行 其实九喇嘛看得出来 带佐助回墓业不光是承诺的事 而且还是明人真的把佐助当兄弟 真的想帮佐助脱离苦海 但九尾的封印越来越弱 墓业也是知道的 他们让自来也带着明人修行 目的就是最大可能的利用九喇嘛的查克拉 让明人成为完美人助理 然而三年的修行自来也和明人并没有成功 当露出第四条尾巴的时候 明人就会失去意识 此后在佩恩袭击墓业的事件中 九尾露出了八条尾巴 摆脱封印就在眼前 然而此时水门出现在了明人的意识 帮明人度过了危机 九尾只得再次乖乖地回了黑屋子 此次事件再加上要开打的忍戒大战 叫木叶意识到明人必须再次净团 为此他们把明人送到了完美人助理 齐拉比身边修炼 明人在老妈九心奈的帮助下 在意识空间内击败了九喇嘛 先在实力上叫九喇嘛认同了自己 之后明人在齐拉比的帮助下完成了精神模式 终于可以开始自主地使用九尾的查克拉 不过此时九尾并没有认同明人 在明人使用自己查克拉的同时 他也在夺取明人的查克拉 待明人查克拉好光 明人也就完了 他就能重复自由了 然而此时的九喇嘛只剩死鸭子嘴硬了 经过和明人15年的相处 他内心早就想认同这个小鬼了 当明人对戴土说出 谁告诉你和尾兽在一起就代表不幸了 他就停止了吞噬明人的查克拉 当看到明人真的拼命拯救四尾孙悟空时 九尾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和明人彻底和解 他这个千年的狐狸也没能斗过明人的真诚 以后就是明人和九喇嘛 并肩作战扬明人街的神 在四战中大蛇王会吐出了历代火影 所以水门带着英九尾也来到了战场 而九喇嘛也见到了之前 记恨名单上的各个仇人 只是他此刻只想帮助明人 没心情处理丝绸 此后在各种机缘巧合过后 英九尾还代替了杨九尾 独自支撑着明人和佐助封印了灰衣 直到最后明人打败了佐助 英阳九尾才再次和二为一 都来到了明人的肚子 按照六道仙人的授意 伪兽们也彻底和人类和解 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去处 八尾牛鬼听惯了奇拉比的热 又回到了奇拉比的体内 而九喇嘛也是哪都没去 他想看看明人这一生究竟会经历什么 于是也老老实实地待在明人体内 他看着明人结婚生子 他像明人的家人一样 尽力地守护着家庭 和明人一起守护着木叶 直到那一天的来临 大统木仪是为了抓回川木 再次来到木叶 此前明人已经两次和仪式交手 均被杀得大败 此次再次前来的他实力比之前更强 他轻松地就把火力全开的明人 困在大黑天里 明人的战友与之波左柱也战白 见胜利无望 九喇嘛告诉明人 还有个消耗寿命 来换取巨大力量的重粒子模式 问明人想不想用 此前早已有数位火影为木叶战死 明人自打成为火影的那一天起 就做好了觉悟 他立刻就接受了九喇嘛的提议 重粒子模式开启 明人立刻碾压大统木仪式 在消耗自己生命的同时 只要打中对方一拳 仪式本就寥寥无几的寿命 也在不断变少 最终在明人筋疲力尽之前 仪式也就只剩下几分钟的寿命 之后在左竹天手力的配合下 川木利用影分身骗过仪式 并成功将其击杀 而明人也因为消耗巨大倒地不起 自以为将要死的明人 对九喇嘛说起了沉年往事 然后想前往另一个世界 此时九喇嘛才说明人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我可从来没说重粒子模式 消耗的是你的寿命 与毕九喇嘛化作一缕青烟彻底消散 九喇嘛虽然活了上千年 但他可能仅有明人这一个朋友 想来也是很可悲的 平时即使人助力死亡 尾兽也会在数年后复活再生 而这次九喇嘛的查克拉 和寿命统统消耗殆尽 是真的永远和明人说白白了 尽管如此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 都盼着某一天按本老师 能大发慈悲 复活九喇嘛 毕竟我们看火影的第一天 它就存在 好了 关于九喇嘛今天就说到这 拜拜